無論你的小朋友有多頑皮,我都會幫你教好他 大家好,我是Mr.Emma,我是一位BCBA國際認可的行為分析師 今天我們來探討一下,看看真實星兒上課的情況 今天來探討的話題就是你如何能夠分辨你的小朋友是真正掌握到那個技巧,而不是靠狀態呢? 究竟我們在訓練上有什麼注意的事項是能夠確實實它是真正掌握到那個技巧 首先我們一起來看看以下的訓練影片,作為家長或家屋街的人士 去看看你能不能判斷以下我們這位星兒是否真的掌握到分辨認顏色的概念 看來有時候它又會拿對,有時候它又好像只是撞彩 究竟我們有什麼途徑去判斷它是真正掌握一個技巧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條訓練影片 這個空間可以探討,我們確認一下嗎? 紅色 紅色 手手好,放好,再試試吧 纜色 沒拿到 再來一次 橙色 對了 橙色 我再試一下 黃色 對了 黃色 我再試一下 紫色 不對 沒關係 你試一下 黑色 我沒拿到 沒關係 你試一下 白色 不對 沒關係 你 藍色 對了 藍色 試一下 藍色 沒有拿到 沒關係 試一下 紅色 對了 紅色 再來 紅色 我拿到 就這樣看 好像有些顏色 我們影片的聲儀是能夠判斷到的 有時候她的確是拿到幾種顏色 但第一樣我們會看 有時候好像純粹 她剛好隨手拿起那樣東西 而剛好又是我們的治療師相對想要的那個顏色 所以在教學的過程中 我們要很清晰地看到 有沒有一些因素 很容易被她們撞彩 而撞對答案 變相你會好像認為她能夠掌握到那個技巧 但其實都是撞彩 剛好手臣撞中 第一樣就要看就是物件的擺位 有時候可能小朋友偏好是拿靠左手邊 或者中間 或者某個特定位置的一些物件 但如果你的答案經常都是在那邊 例如說你適合的答案 往往都是在右手邊 她很容易就會因為她們的喜好 而撞對答案 變相你不能夠準確地去判定 究竟她是真的認識 還是剛好撞中 另外有一件事 就是你會不會說那個指令的時候 會有些次序 容易讓她猜到答案 如果調色的話 千萬不要順著視序 說紅橙黃綠青藍紙 不然她純粹是背中了 拿這個顏色的次序 而不是真的明確聽到 你叫她拿哪一個顏色 而她相對地拿出來 我們要留意的一點 就是在練這個詞語的時候 她側面判斷的障礙 究竟是什麼 即是我們的Discriminators 假設她只是不懂紅色 但其實她已經掌握到藍色和白色 在這三個區別之中 她一定是拿得適合紅色 因為可能她已經知道 白色那個不是紅色 藍色那個不是紅色 一定剩下那一張就是紅色 但當是紅色 她本身是不懂的 混在一起都是不懂的顏色 例如黃色灰色 她就拿不回紅色的情況了 所以她純粹是做類比的時候 以做by discrimination的時候 篩選地篩回答案出來 但其實她並不是確實知道 紅色是一個什麼的顏色 所以在我們的教學上面 我們有幾樣東西要留意 看看會不會跌入了這個訓練的陷阱裡 以為我們的小朋友是真正掌握到 但其實他們純粹是撞彩的 第一就是你給她的物件上面的擺位 她有一次可能是拿對了 轉一下其他位 看看她會不會都是拿得回 還是可以判斷她純粹是因為位置 剛好得那麼巧她就拿了給你 第二就是你說的那個指令 是不是每次都是跟著同樣的次序 還是你是隨機性地問她都能夠掌握到呢 第三樣的情況 就是她們的判斷障礙 是不是有因素會影響到她作答呢 例如三個裡面有兩個她基本都認識 所以就算有一個她不認識 她好像都做得對 還是我放在不同的discriminator上面 她都能夠分辨到這個是紅色 她真真正正確實去認識究竟這個顏色是什麼 當然最重要 都要留意會不會有時候你給了一些提示 而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我們叫Inadverdent Prong 例如說手不小心會碰一下她 每次都是碰一下那張紅色 然後才叫她拿紅色 這些很微細的 可能是肢體或者是你的眼神 其實都足以去提醒你的小朋友 但是這個提示並不是在一個自然的環境上 可以確實肯定你的小朋友是學懂這個技巧 所以當我們說指令的時候 也要很清楚了解自己有沒有給到一些額外的提示 去協助你的小朋友回答 而你是不察覺 以為他們確實掌握了這個技巧 到最後了 在我們的訓練中 什麼時候才能確實肯定她真的能夠掌握到這個技巧呢 除了是剛才以上的一些因素 我們都排除了 重要了 她是能夠連續 約乾可能是三至四天 都能夠第一下 在沒有任何提示情況之下 能夠準確地去回答到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說到她掌握到這個技巧 她的要求都很高 甚至有些技巧是需要去做到類化 即是說她不只是在這個空間對著某一個治療師才能做到的 可能有一些的技巧是對著不同的治療師 或者在不同的地方下面都展現出來 如果做到類化的話 我們就真的真真確確地可以肯定她能夠掌握到我們教導這個技巧 好了 以下這個影片是我們在教學中途的一個訓練影片 你會看到我們的治療師會經常轉換不同的discriminators 讓她和不同的物件都會有一個對比 去看真實的物件 例如動物 或者可能是圖形 或者各方面 例如身體部位的詞語是真的能夠掌握到 第二件事 你會看到她經常轉換位置 是確保她不會只是死的一個位置 所以其實在教學的過程中 也要很留意會不會有其他因素 讓你的小朋友不會錯了 純粹是撞手臣撞對答案 對 純粹放好 非常好 純粹放好 純粹放好 忍著自己 來試試吧 鼻 非常好 鼻子 純粹放好 來試試 好 手 唉唷 唉唷 聽清楚了 非常好 純粹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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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拿給我 對 拿給我 純粹放好 你的勁仔 來 耳仔 骨骨 耳仔 純粹放好 來 耳仔 噢噢 再來 耳仔 耳仔 非常好 耳仔 細細放好 來 耳仔 這個是耳仔 厲害 細細放好 來 耳仔 非常好 耳仔 最後自己試試 耳仔 厲害 耳仔 拍手 非常好 耳仔 對了 又看得到耳仔 耳仔 對了 手手中 放好 走完 看清楚了 魚 對了 魚 厲害 再來 菇菇 對了 喜歡你現在 看清楚 手手中 厲害 好 你看看 獅子 不是亂拿 看清楚 三張卡 再來 獅子 對了 你看清楚 再給我 厲害 十分鐘 好 你試試 斑馬 厲害 斑馬 再來 斑馬 對了 斑馬 厲害 拍手 對了 拍手 厲害 你試試 斑馬 對了 有看清楚 再給我 來 動腳 拍手 對了 非常好 最後了 斑馬 對了 斑馬很快 厲害 對了 對了 手手中 放回我的 脖子 裝完 能夠確保 我們的星兒能夠真真正正掌握到一個技巧 比起你以為她懂 但原來她是撞手神撞對 還要得當 因為能夠確保她掌握到這個技巧 才能夠確保她在別的地方 例如說 評估 學校 甚至其他環境都能夠確實展現她這個才能 所以 如果在家中訓練你小朋友的家長 記得都要留意一下有沒有確實知道自己的小朋友 是不是真真正正掌握到任何的技巧 我們的Facebook Page會經常上載很多關於ABA訓練的影片 又或者很多自閉症的資訊 如果不想錯過的話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